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10月11日 今天看到了很多有关美国总统川普消息 看来川普也好还是蓬佩奥也好 对自己下一步逆转获胜还是充满了信心 但是在表述方面 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这个很值得关注 我们知道蓬佩奥力挺川普连任 受到川普的大灾 有这么一篇文章讲到这个事情 就非常有意思 你看这篇文章 也就是在海外的万里网 说是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 这个在10号的时候 接受这个福布斯 这个新闻这个采访的时候 他发表了一个观点 他说呢 这个会平稳过渡到特朗普第二个任期 那等于说他就把这话说得很满 没有其他变动这个可能性了 随着这个消息公布之后 据说是在全球舆论界引起了一个哗然 然后在几个小时之后 就蓬佩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 这口径就开始变化 这个政客嘛 他总要调整一下 他就说呢 1月20日不管谁上台 我们都能确保他万事俱备 这样才能保证美国人民的安全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你看但是 昨天你看这个 他讲完这个 蓬佩奥讲完了 这个第一次讲完这话之后呢 这个美国总统的川普啊 这个非常高兴 川普在推特上 就发言大赞这个蓬佩奥 说他在西点军校的时候 能够得到第一名的成绩啊 这个意思不是偶然的 虽然川普现在是真是不服属啊 坚决要挽回这个 落后这个 这个 媒体宣告这个结果啊 一定要改变这种情况 的确是这几天 在有些州 你想宾州等啊 这些摇摆州啊 计票出现了这个造假 这个错误啊 这些作弊 这些指控的州 现在看来有一些地方 这个有可能 这个找回来啊 有可能逆转啊 这方面消息都比较矛盾的 我看了好多 有的这样讲 有的那样讲 因为什么呢 你必须承认呢 媒体在中立 总是带着带着观点 何况现在左媒 也就所谓美国的这个 主流媒体啊 大部分 都是这个赞成这个拜登的 这都抱有成见的 这个原因都很多啊 那另外一些就是 特别是用户这个 川普的啊 反共的一些中文的网站 那更多的是 就报道一些 这个 这个关于作弊 这方面啊 这些报道比较多 这个很难讲了 到底这个 最后法院啊 这个 裁决的结果是怎样 也就是说 还有相当长的程序要走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 奥巴 蓬佩奥 调整一下自己这个说辞 我认为还是 做的是对的 因为说你毕竟代表 是美国这个 是国务卿 是在任的 这个高官了 所以 这个蓬佩奥 这第二次 这一次这个 讲话呀 这个 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认为 还是比较客观啊 你看 这是福克斯 这个电视网的一个 一个画面啊 这个蓬佩奥 这个 回答的时候啊 那就是 和以前的确是上一次 这个有所不同了 这我相信 权力过渡 一定会非常顺利 目前我们能在等待 所有选票的计算 等待美国人民 做出的最终结果 这个是对的 因为什么 这个需要相当长的 一个程序啊 因为有一些选票 你想是机器来计算 原先出了问题了 现在可能就 是不是要调整一下 用手工啊 人工来计算 那就相当的 就很麻烦 而且我看到 还有一些就报道 说是有的州啊 违背了这个 法律的规定 这个由这些什么 州里的这些 一些工作人员啊 这个代替签字等等 所以这个情况就非常非常的 复杂呀 甚至有一些报道 讲到这种 讲到 这个点票机里边 那个软件是在中国生产的 而且就是生产销售 这个 这些设备的 又是中美合资的 中美合作的 一些人的搞的公司 甚至还讲到说 有一个报道 讲到说是佩洛西的女婿 好像是公司里的什么股东啊 你这些东西 怎么去核实 我相信不管怎么样 核实 都需要这个相当长的时间 而且你就是核实完了以后 按照美国的法律啊 那还得 由这个 这个最终法庭来裁决呢 所以说不要着急 因此我认为今天 就蓬佩奥这个讲话 对自己这个 上一次的讲话啊 这个过了六个小时 就改口 我认为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说明这个蓬佩奥的确是 还是非常有能力的 距离平稳过渡到 特朗普第二个任期的表态 仅仅过了约六小时 蓬佩奥便已经改口了 无论是谁在1月20号上台 我们都确保万事俱为 这样才能万无一时的确保 美国人民的安全 这才是我今天讲话所说的意思 现在我之所以服输这段话 就是告诉大家啊 这个现在看来不用担心 这个像有一些这个人们担心那样 美国会实行什么军管 我看有的这个朋友 这个猜测啊 说着为什么把国防部长换了 这个到关键时刻 因为可能是做好军管 一旦社会动乱啊 赞成川普的和赞成拜登 打起来以后啊 街头暴力啊 怎么样 这很可能我认为是中国事的思维 就是用中国的政治体制看的美国 因为美国上半场是民主 下半场是法治 为什么民主和法治连在一起 就在这里 你像美国这个国家 你想 这个他的也叫运行的 是不是啊 你就很久了 关于这个民主 这个法治互相之间这个关系 这些程序的这个规定啊 都在那等着呢 每一步都有程序啊 是不是 最后还要这个选举团人 要投票 投票的时候再不出结果 这个还要的参重两月啊 再再投票 然后你还可以在这个州的法院 打官司打完之后不服的话 你再告到这个最高法院啊 对不对 你看今天还有一条消息 你不光是这个川普要打官司 何党要打官司 拜登也忍不住了 说拜登要状告川普 说为什么状告川普 因为现在需要什么呢 需要这个美国的总务署啊 也就GSA要交接这个一些 一些这个杂物啊 包括这个白宫的一些这个手续啊 昨天我也讲到了 还有一些经费等等 但是人家不交 这个不交的原因是什么 人家等待结果 也不是说没有依据 那么这个川 拜登这个团队就要什么呢 要这个竞选团队 要针对大选的结果 也要提法律这个诉讼啊 对这个这个总务署的行动 要采取这个法律诉讼 你看美国这个 这些这个方方面面的人士啊 就包括一些政要啊 这政治人物 他们当遇到这个分歧意见的时候 不是要这个诉讼暴力 而是什么 做法律程序 这证明什么 这社会维护社会这个安定的啊 这个最后一道防线人是有的 并没有崩溃 对不对 所以不用担心 甚至我看到 有的自媒体说是 号召什么这个 美国的人们支持川普的 走向街头 怎么样怎么样 搞得非常这个 这个给人感觉非常吓人啊 好像马上就要打起来了 甚至说 在这个乱中啊 中共有可能就是武统台湾 这更是大陆式的思维和想象 我不会啊 我认为不会啊 折腾到最后 很可能就是最高法裁决了 就像上次 这个布什和高尔一样啊 不过是这个节目 不过从今天这个蓬佩奥 这个口吻的改变啊 本人似乎感觉到 这个是不是 这个共和党这场诉讼啊 到目前这个 这个过程来看 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有把握 就能够逆算 有没有这种可能啊 所以这个 这个蓬佩奥 这个他这个态度 现在略微有一些这个变化 就总之吧 本人认为啊 美国最大的好处啊 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刚才我讲的 既有上半场 又下半场 既有民主 又法治啊 这个 这一次这个美国大选 这个过程啊 真是高筹叠起啊 波澜壮阔 是全世界人民都看到什么 看到美国这个国家的伟大 它伟大是政治制度伟大 对不对 这个宪政民主 这司法是独立的啊 群众这个参与政治这个热情 是空前的构章啊 这个但是啊 我这也不会发生什么 像别想象的 弄乱的 那么 即使就是将来就是 我们可以一万步 最后是 这个由于种种原因吧 这个 川普也好 蓬佩奥也好 共和党已经农力了 现在不是筹备了这个 筹集了这大关子的钱 就是六千多万 绿丝非 如果折腾到最后 还是输的话 我冷静认为啊 随败就有荣吧 为什么你想 谁像川普这样 我就说 如此的就是 勇敢的啊 对中共这个专制集 集权通知说不 这已经是足够了 我认为啊 你任何事情的事情 都追求是一个过程 你未必就是说 非要结果怎么样 你结果的原因都很复杂呀 这个城市在人 模式在天 有的时候运气 也很重要 对不对 那两千年大选呢 不适合高尔 那个 那不就非常的 就明显啊 所以说 而且还有一个 这个机会是什么 四年以后再来嘛 是不是 我看有个报道讲 是川普四年以后 大了一些 那女儿 是不是 她的女儿也很棒啊 你说不定 也能再来 变成美国的 这个第一个女总统 是不是 就都很难说了 或者是 像我在其他视频当中 所分析那样 有可能最后这五十天 是八十天 六十天 川普就很狠狠地给你干一下 是吧 一生只为这一天 是不是啊 如果是那样准备 这个国防部长 就在南海啊 选择一个这个黄岩岛 选择一个最好选择一个 没有人命这个 这个生命财产损失这个问题啊 最好不要就造成流血的这种 就干他一下 你想 给 这个共产党搞的军事设施 杀掉的话 那你马上的形势就不肯逆转了 对不对 那习近平那就麻烦了 打不打呢 不打吧 已经催出去了 这个军队是战无不胜的啊 又是这样 又是难 这个要打也打不过人家 美国呀 立刻想在那等着 看着笑话 说看你这个 你这个新的权规啊 自将新军 副将新军 你控制这个张有霞这军队 你能不能应对这个国际局势 是吧 敢不敢和人鄙视 而且即使拜登上了以后 走也走不回去了 对不对 还能道歉呢 是不是啊 这不是说我们给他出什么点子 他肯定比我们聪明的多 你想 川普能走到今天 那不是白给 是不是 他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 忽然间祸 国防部长 其实以前很长时间 就已经有这个猜测了 但他肯定是做好准备了 而且继任者 又是一个 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 是吧 历典这么一个 一个就资深的军人 这些都是 都是一种选项 所以历史 你很难讲 他走到哪一步了 你说不定 正是因为拜登要上来 反倒这个提前结束了中共的极权同志 你要如果是继续执政第二期的话 还有五年和共产党玩的话 可能川普又不着急 可能要采取除了热战以外的手段 像金融战啊 什么 科技战啊 什么 司法战啊 那时间就长了 总之 本人认为 中共面临这个 整个世界的大的局势 这是百年自卫节 大的变局 是什么 就是早死和晚死 自由世界肯定是要生命的 那么今天还来其他节目 这次节目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 如来 下次见